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午夜看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落魄明星没钱吃饭 竟把蝌蚪煮锅里当肉吃的故事 僻静的乡村住着寂寞的祖孙两人 小男孩安静内向,有些轻微自闭 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为了让孙子有个伴 奶奶带回一只小狗,后来小狗长成大狗 乡村里修了高架铁路 除了大狗每天对着窗外时不时呼啸而过的列车咆哮以外 日子还是照常继续 小男孩的变化是迷上了骑自行车 而奶奶也发现男孩在骑行上的天赋决定把他培养成才 每当小男孩在城市里逗敲起区的街道上睡面时 奶奶就带着大狗跟在后面 训练一天累了之后就帮他放松肌肉 在他参加还法,自行车大赛时也跟在后面 直到还法自行车大赛的某一段路上 奶奶发现小男孩和先前别的运动员一样 将自行车抛弃在路边 跟着一帮陌生人上了一艘大船 飘洋过海而去 等奶奶意识到不对劲时已经晚了 不过奶奶却没放弃 她找了一艘小船带着大狗 一路追随到了一个陌生的叫美丽城的大都市 芳华浮夸的大都市里 奶奶找不到小男孩而且身无分文 为了省钱奶奶带着大狗露宿街头 晚上奶奶抑制不住悲伤的心情 随手用男孩废弃的自行车轮胎弹奔走出音乐 悲伤的音乐吸引了三个老姐妹的注意 这三个老姐妹就是奶奶之前最喜欢的明星 她们那时候每天都会守在电视机前 看她们扭着腰唱爵士 一番了解后 三人将婆婆带回了家 并决定好好招待一下这位可怜的老人 平常只吃素的三人吃了肉心 不过她们所谓的认情款待 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一位夫人拿着手雷走到了池塘边 一声巨响 青蛙和蝌蚪从天而降 这正是她们的晚餐 也是她们能为婆婆提供的唯一的肉食 虽然三姐妹如今落魄到吃这些微生 但她们依然爱美 依然唱歌 依然快乐 依然善良 现在的她们依然上台表演 只是换了工具 用报纸 冰箱吸尘器 加上奶奶的小车轮 表演间隙 奶奶在台上看见了台下 拐走自己孙子的混蛋 由此开始新一轮的追击 随后坏人们的阴谋开始显现 她们把这些带来的运动员 用她们独特的机械处理 控制运动员一直原地骑车 就像参加马拉松一样的感觉 最后压住赢者 借此捞钱牟利 黑帮老大把人血当做饮料喝 而这些抓来的人 都成为了她们的奴隶和玩偶 三姐妹趁乱将手雷丢进了黑帮中 凭借着智慧和头脑 把男孩救了出来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分享到这里 今天我们讲到疯狂约会美丽都 记得点赞加关注 下期精彩继续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